2014至2015年,智能減排低探發展行動方案 明確提出,地級以上市如果不可以完成減排目標 將會暫停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 該市市長還會被市政府約談 方案還首次提出,要在年底提前實施國家機動車第五階段的排放標準 全省的加油站都要換上國五標準棄柴油 另外,去到明年年底,珠三角地區要淘汰所有的黃標車